每位佳肴端上桌香味马上扑鼻而来 清一色使用台南新鲜食材的料理 将在全国运动会上招待各路好手 菜单由必比登推介餐厅主厨 以及知名台菜棕破塞亲自研发 开发六道台南经典美食 要让选手们品尝台南美味 而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来试菜 六道经典料理包含 凤梨百香左府城鲜虾卷 紫薯玉泥黄金油风鸡腿 西冰海鲜三兄弟行味串 红烧丝木鱼记根关妙面 新化笋香红葱荷叶咸饭 以及关田菱角珍珠手工豆花 全部使用道地食材入菜 是希望凸显我们台南在地食材的丰富性 也希望就是说 透过我们两个必比登厨师的努力 也能把这场英雄宴把它办得完美 2023年全国运动会即将在21号于台南登场 台南市政府希望透过传统的美味 以及古早味拌桌文化 让选手们见识台南的美食 体会道地台南味 华氏新闻刘华生蔡孟静谢一新台南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